一下車就有熱茶和包子可以吃 受困四天終於可以回家 我們剛下來的時候 它那個石頭還在掉 儘管放晴下山的路還是很危險 能夠回家 遊客們直說 最感謝的還是 名池山莊的工作人員 一個擁抱道別 在山上的這幾天 大家都不好受 道路中斷 儘管三餐還有得吃 但沒有訊號又停電 與是隔絕 能不能回家充滿不確定 讓我們飲食就是說給遊客吃 然後安撫他們的血 其實我們員工大家也都是很怕 跟大家失聯 大家都找不到我們 然後我們就是一陣就是很驚恐 我們一直想 沒有其實是在上面是還好 可是你失聯了 對外失聯了 就是會覺得怕大家都會擔心 說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只是供電就是短時間這樣子 遊客表示16號當天大雨直接灌進後方小木屋 隨後接到封山的消息 走出去一看地上到處都是泥流 土石嚴重 樹木倒下擋住車道 就算有車也無法下山 跟親友斷了聯繫 好不容易第四天等到救援 搭上借駁車前往市區車站 回家的路不遠了 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受困在山莊四天三夜 也在遊客心中留下難忘回憶 TVN新聞簡大傳廖宗慶林憶傑 和觀音黃靜芬 SNG小組宜蘭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